张丹峰和经纪人毕营的事情持续闹腾了一周时间左右 随着时间的推移 网友也渐渐的不再像之前那样关注这件事 但是在近日有那么一位网友被美吐槽军透露 说自己在2015年的时候收到一位网友的投稿 说自己长相还可以 在某个机缘巧合的机会下 进入了某个剧组做一个杂物 类似激动组助理 在这个剧组中和男主演相遇 自己看着感觉还算有点演员 并且还变成自己当时并不清楚这位男演员已经结婚的事实 在和男演员接触的时候 发现这位男演员的助理竟然是自己的同学 就这样三个人就聊在了一起 也算正式认识了这位男演员 在之后的剧组生活中 接触的更是频繁了 男演员的助理有段时间有事情要去做 就推荐了自己临时做了男演员的助理 之后临时助理做完之后自己就走了 直到剧组杀青 才在自己同学的邀请下和这个男演员一起吃了顿饭 谁知道这顿饭却吃出了欺巧 男演员先是喝醉 之后再回酒店的路上车子坏掉 自己开车送男演员回到了他租住的酒店 当时这位投稿人说自己可能也是脑子发昏 送男演员来到酒店之后并没有直接走 想着万一真的是419就419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却不料真的出现了419的事情 之后就是这位男演员通过助理 要到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私下多次和自己联系 这个时候自己才知道这位男演员已经结婚 之后自己多次强调要和这位男演员分手 却不料对这位男演员承诺 说自己会主动找妻子离婚 要坚决和自己在一起 但是自己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这位男演员的离婚进度很慢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然后就投稿来问北美吐槽 君自己是否要继续等待这段感情 以上就是投稿的大概内容